我先把它等下 寫我們很大聲欸 有一點就是太過大聲了 我們這裡面太大聲了 這裡面 歡迎來到Feddy的聯播網 南台灣之聲FM1039 歡迎收聽弟弟的異想世界 我是弟弟包子妹 哈囉 歡迎聽眾朋友 今天是6月25號下午一點 那今天呢我帶了兩位來賓來 第一個呢就是 上一集大家有看過的麵包 那還有一個是小玉文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玉文 那希望聽眾朋友可以在 Youtube幫我們可以上Youtube幫我們搜尋 UFO1039 因為我跟玉文是用線上視訊的 來討論今天的議題 然後這樣大家如果上Youtube 看的話才可以有我們的畫面 可以看到我們小玉文漂亮的臉蛋 我們直接空中連線 對空中連線 所以大家不要錯過囉 大家可以打開Youtube搜尋一下 好那今天呢我們要討論的議題是 兩性調查室 那我們要調查些什麼呢 我們要調查些什麼呢 第一個是以讀不回 能不能接受 聽眾朋友可以想一下 男生跟女生都有不同的感受 對 好然後第二個是 請問交往後 交友軟體一定要切割嗎 喔 日文你覺得如果是你的話你會覺得 我覺得交往之後再用交友軟體 就是完全不行啊 是想認識新的女生嗎 對不知道是什麼心態齁 可是交友軟體不就是交朋友嗎 可是你已經有另外一半了 為什麼還要交什麼朋友呢 OK 還需要去交軟體上認識嗎 OK 對啊還需要嗎 對 好那我們第三個議題是 結婚後到底要住哪裡 到底是要住婆家呢 還是是兩個人可以搬出去住呢 我覺得這幾個應該都是現在 大家就是還蠻會討論的問題 沒錯 對 那你們就是像假說第一個 這個已讀不回麵包若是你 你可以接受嗎 已讀不回 我覺得看 有沒有看什麼原因 就是他如果說譬如說他很很晚 很晚回但是他跟你說我剛在 忙我剛在幹嘛幹嘛 那我就覺得OK 喔你就可以還可以接受 我就可以接受 但是他有說他在幹嘛 就是你傳順情的那時候他沒有回你 然後事後再跟你說我剛在幹嘛 已讀喔 對 喔已讀 就是好你現在傳問他說 欸你在幹嘛 你要不要吃東西什麼的 然後你就看到那邊的訊息一直已讀 一讀一讀一讀 可是都沒有回 可是如果他在忙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可以耶 對可是 就是先看 可是狀 問題就是你當時並不知道他在幹嘛 但他就只是已讀 好那我覺得情境是他就在家 所以那天放假假日他就在家裡面 然後你也在你家 然後他就只是 就這樣易讀 然後也然後就沒回你 兩個小時喔 可是我自己蠻常做這件事情 喔真的嗎 請問 因為我也是 好其實我也必須說我也很想易讀人家 對我也是 而且我就覺得你如果說真的有事用講 直接打電話來 對你直接打電話來 你如果說你有時間在那邊打字 就代表說喔 你沒有到很急 沒有喔 對不對 我覺得如果是不急的事 可能是欸爸爸你在幹嘛 那就已讀不回就還好 對 對就是不急的事 所以大家對於已讀不回好像還好 就目前這三個人 我們這三個人覺得還好 我們這三個人覺得還好 不知道線上的朋友或是聽眾的朋友 會不會覺得這件事情很嚴重 就會讓你感覺很不舒服 可是因為其實我還有想到 我很常會已讀不回 有個原因是因為 例如說我此時時刻正在蠻好的 好可能我正在直播 或是我手上正在忙 然後我就是 好我看到有人傳訊息給我 可是那一刻可能我正在講話 我沒有辦法回覆你 然後我就想說OK 我心裡自己知道 好我知道這件事了 然後我就沒有會 可是等一下就忘記了 對然後好等到我手上的事情忙完之後 我就會忘記了 欸玉文你不是也有在直播嗎 你會不會也會像我這樣 我會啊 我很可是就算我沒有直播 還是很容易就是欸 看到了那我等一下再會 然後就忘記了 對我覺得真的會 麵包你會嗎 嗯我就會覺得說 反正我就先看啊 但是 後面如果說忘記 欸會啊還是會忘記 還是會忘記 對啊 還是會忘記 而且通常就是 就我講的你有時間在那邊打字 就不是很急的事啊 對沒有錯 對啊 我也很認同這一點 你真的很急你就直接打過來說 欸我要幹嘛幹嘛 對 對啊 那你們覺得家有軟體 你一定要切割嗎 我覺得要欸 就是你有女朋友還是有老婆 你幹嘛還要玩啊 對是什麼意思 那麵包肉是你嗎 這個心態 男生的想法 男生的想法 好 嗯 可能 可能我覺得 我是自己 我自己覺得也要 可是我就有遇過我朋友 他是覺得還好 男生嗎 對 就是他的女朋友有 下來教的軟體 還是他自己男生 他自己下來教的軟體 他們都已經變 已經是男女朋友 可是他們 互相都在玩教的軟體 喔 這很酷欸 對對對 我自己是有遇過這樣子的 那都不會吵架 呃 然後我聽過就是 他女朋友還會說什麼 他男朋友滑到他的學妹這樣子 喔 真的啊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蠻尷尬的 那我自己是覺得要切割 欸如果這樣的話 算不算是比較開放式的關係啊 應該算吧 因為他們都 可是現在 嗯 現在交友軟體 不是就有一個層面就是 要約嗎 對 沒錯 等等會跟大家講這個 數據的調查 對啊 對啊 他為什麼要玩交友軟體啊 就是你那麼缺朋友 工作上面不是 就是會有很多職場上 就有很多朋友啊 對也是 對為什麼要 默開啊 陌生人去開發朋友 我是有聽過一種說法就是 他他在測試他自己 受不受女生歡迎啊 這什麼是假的啊 你是說他有女朋友之後 他還在測試這件事 就是對啊 可能就是還在測試啊 就是他自己想要測試 他就是 就是看有多少個女生喜歡他 然後有很多女生喜歡他 他就很爽 他就很爽 對 但是心理層面比較自卑吧 真的耶 不然你幹嘛需要這種 這種方式來證明說 來安慰自己 有人喜歡你 而且你不是就已經交得到女朋友 就很不錯啦 對對對 對不對 沒錯 那還有第三個 結婚後你們覺得 來我想要聽一下男生的說法耶 男生覺得結婚後 一定要跟媽媽做嗎 我覺得這每個男生都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不一定 那如果是你呢 好假如說你這個之後結婚的話 你會覺得你會跟你媽媽 爸媽一起 我覺得我不會 那你不會的原因是什麼 這是要直接講出來嗎 哈哈哈哈 這是要直接講出來嗎 就婉轉分享囉 好啊 我就當作媽媽現在沒有再提到 可是你媽媽好像都會看 哈哈哈哈 沒有啊就是因為我覺得 這個就是要看媽媽啦 喔看媽媽的個性 而且當然你會跟這個女生結婚 就是你已經跟她在一起有一段時間了 對 對啊那媽媽喜不喜歡這個女生 喔就是你一定會知道嗎 一定會知道啊 對啊那 我覺得這個就是 如果說你一直在覺得媽媽不喜歡這個女生的話 那你住在家裡不是就很 很刻意的要去製造紛爭嗎 對 對啊 可是那如果媽媽當時就不喜歡這個女生 你還是會跟女生結婚嗎 就你的個性 還是因為我知道很多人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一半一半 就有些人如果家長不喜歡 他可能就會覺得喔 那就 他可能在心理層面上慢慢的 他會受家長影響 然後跟這個女生分手 那有的 有的人可能還是 啊不管啦 我喜歡才是最重要的 我是這樣 我是第二點 我也是第二個 他都是第二個 對啊 我就離開這樣子 你就離開家裡 離開家裡 直接自己自立門 追求自己所愛 對啊 追求自己所愛 那我覺得麵包應該就是會帶著女朋友 失奔到月球 失奔到月球 那如果媽媽是喜歡這女生的呢 你就會住在家嗎 還是你會 我了解我媽 所以可能還是不會 哈哈哈哈 欸那我覺得麵包真的很不錯欸 對 就是如果 很棒欸 對如果是以女生立場來講的話 這樣我一定會想要結婚啊 喔真的喔 因為這個 這個結婚是一輩子嘛 相處時間很長欸 對啊 那我就覺得欸那你會站在我的立場去想 對啊 這對女生來講是超級重要的事情 而且我也是很怕爭吵的一個人 喔對 就是而且我也很怕尷尬的 對 可是那這樣子對媽媽會不會又會覺得 哇沒有照顧到媽媽 不會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 其實我覺得可以住在附近啦 而且 對可以住在附近 就是時常回去找媽媽啊什麼的 對啊 四個晚飯 沒錯沒錯 但就是不要朝夕相處 很多很 就是很多很多方法可以跟媽媽講 對 然後或者是 其他的陪伴方法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大家這首歌曲 就是男人女人 許如雲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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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線上是聽不到 他聽不到一歌的聲音 玉文聽到一歌 嗯 因為 因為我們今天是用線上直播的 然後 所以 玉文那邊他是只有聽得到歌曲 那 但是我們線上的朋友我們還是可以聊天 對 如果你們有什麼想法也可以 留言 所以玉文現在聽不到我們講話 他聽不到他聽到歌 他聽到歌 對他聽得到 喔他聽得到嗎 對 可是我聽不到他講話對不對 你看我的 這個耳機就是音樂 對 喔那所以是 是 玉文聽得到我們 我們聽不到玉文 對 那玉文先等一下 喔 我們 我今天會找玉文來 是因為就是 剛好良性的問題 然後我們覺得 多一點人的那個想法跟意見 會比較 客觀一點 對 可能就不會只有 一個男生跟一個女生 沒錯 然後多一個女生的想法 欸可能會 就是比較多數人那種 大家有什麼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也是現實生活當中 對 像我們有特別去做了一些 特別關於網路上的數據調查 例如說像 已讀不悔 可否接受 我們調查的年齡層是 介於20到30歲之間 然後呢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欸 通常都會考慮到 對方可能處於狀況 無法立刻回覆給我 嗯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已讀不悔 好像對於現在的人來說 應該還好 嗯 但是朋友間跟情侶間的狀況 會不同 對沒錯 情侶可能會覺得 會感覺到不受到對方總視 因為可能我傳訊一時 問你說 欸你在幹嘛 然後你就一讀 不悔 嗯 我就會覺得 對 所以情侶跟朋友之間可能 不太一樣 就不太一樣 對 我這個是20到30 對20到30 可是這顏色太像了 嗯 對啊 我覺得那個 對 對 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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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很想講 可是我有一點那個 就是我可能要 就是很 真的很難欸 沒關係我們還有別的可以分享 還有交友軟體一定要切割嗎 其實我覺得 但是其實我 我一直以為 大家都會覺得一定要切割 是我聽到你講說 你的朋友這麼的open 對啊有朋友覺得很 我有朋友覺得很open 你們看網路上 絕對切割占的百分之七 七十七 沒意見 我覺得交友的這個 還有一個 他如果真的你在哪個平台 然後他可能 他是一定要交出他的帳號 就是他名稱 你搜尋得到還是 其實是可以各自擁有各自的平台 是各自可以擁有各自領司吧 對各自擁有各自 對 而且你說如果完的話 要交出帳號 要不要 喔要不要 對 哦 我覺得會玩的人 一定就介意了吧 一定會介意 好對 等一下你問一下好了 交出帳號 包含密碼 對包含密碼 包含密碼 對 就是我隨時想燈 我就可以燈進去 對 你也只是真的 如果你只是一個正常特效 就表示你心裡沒鬼啊 對啊 那我覺得他應該後面 他也就不想玩了 哈哈 就是這個 對 完全沒用 對他不想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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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 滴滴的異想世界 我是滴滴包子妹某之題 歡迎大家 那我們來繼續跟小玉王還有麵包來討論一下 那我有在網路上做了一些小調查 就是關於以毒不回 能否接受這件事情 嗯 那這個年齡呢 是介於20歲到30歲之間 其實我發現就像我們剛剛大家講的 我們三個人討論的 網路上說通常都會考慮到對方可能處於 無法 無法立刻回復給我的狀態 其實男生跟女生可接受 都是在37%跟31%附近 對 所以其實男女差不多 都差不多的 對啊 然後但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喔 他說 但是 朋友間跟情侶間狀況會不同 咦 這就重點 對啊 所以玉文我問你 就像如果就像我講 如果你明明知道你男朋友 他就是在家裡 然後他就兩個小時一度不回 因為我會爆氣耶 你會爆氣 你會爆氣 然後他就沒事耶 因為你又沒事啊 為什麼不回 對啊 你 你幹嘛不回啊 對 就是如果是我我也會 而且我的個性 我可能會直接打電話過去 我會打電話過去說 就是哈囉你在幹嘛 他說我剛才大便 喔賽 大便沒辦法回訊息 而且現在一定會拿手機 對啊 你大便也是這樣放空喔 現在怎麼可能還在看書 我才不相信呢 可是男生很容易會說 我在打遊戲 可是 等一下玉文我先問你 打遊戲這個你可以接受嗎 其實我可以耶 好 欸打遊戲我也可以耶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自己就是 你自己就超愛打 我知道啊 我純迷傳說對決 而且我可以瘋狂打 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 那種連續狂打十場喔 然後打到我自己覺得 哇賽我好累喔 而且只要有人打來給我 我直接馬上滑上去掛掉 有哪一種 而且像iOS13 它只會出現在左上角一點 喔真的喔 對啊 那個很方便 對 就是不會再有任何干擾 而且你們知道我身邊的朋友會怎樣嗎 他們會 因為像FaceTime就像麵包講 會出現在左上角 然後我就一直死不接死不接到最後 他們直接打電話來耶 電話還是會出現 遊戲中斷 對 我就會非常暴怒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 在玩遊戲的時候就是 欸我 要嘛你就接起來 所以我在玩遊戲等一下打給你 喔對對對 現在可能就是 你先讓他知道一下 不然他什麼都不知道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跟裕文要呼籲一下 線上的聽眾朋友 女生們 如果男生是因為打遊戲 而沒有接打電話 也不用太氣啦 因為有時候在緊要關頭真的沒有辦法接 就在團戰 就在團戰 對啊 就在殺人了 對啊 沒有時間接電話 真的沒時間 可是如果他是事前跟你說 欸我等一下要打遊戲喔 那我就覺得很可以接受 喔對耶 真的耶 所以就是要打事前 這樣就是有一個尊重的感覺 他有先跟我說 對啊 OKOK 嗯 OK 因為其實有時候男生不會想那麼多啦 對我也覺得 其實我自己也沒想那麼多 我現在就馬上想要打場遊戲 我就開始打了啊 對我還沒打算跟你講 我怎麼知道你什麼時候會打電話 對 連我是女生我都不會想到這件事 好啦 但我覺得裕文提供給大家一個 避免吵架 又可以兼顧打遊戲的方法 就是提前先說一聲 這樣就不會吵架 對 好主意 欸那我問你們喔 就是我有看到有一個男明星 然後他說就是 就是他很常被女朋友問說 為什麼就是以讀不回 但是你知道他是一個多麼有 就是堅持的人嗎 他每三個小時一次 才會回覆電話跟訊息一次 我想問一下如果是你們兩位 你們可以接受嗎 他說他例如說他在 而且他是電話也不接喔 訊息也不回 在三小時之內 他是每三小時一次才會 check一次自己的手 自己手機動態的人 那這三小時內他有可能在看書 他可能在戀情 他在做他自己的事或是他在看劇 他此時時刻就不想要被人家打擾 如果裕文你可以嗎 就你男朋友每次你都要三個小時 可以聯絡到他喔 我覺得急事的時候就不行 可是如果是平常 我覺得男生就是 要有自己的事忙啊 你傳什麼給他 他一直回你感覺他就是沒事做 我不太喜歡這種沒事做的人 喔所以你可以接受人家 那你 först可以接受 你男朋友就是很固定三小時 才回復你一次喔 三小時 可是如果我真的有急事找他 我找不到我會很急欸 對 可是沒辦法 因為我就是三小時 才檢查一次的人 這很誇張耶 那如果那個要掛急診 然後他也三個小時之後 才會問問你 欸怎麼了 我已經在急診已經死快一個死了 對啊 對啊 對 所以你知道我看到的時候 但那個男明星他就說他就覺得很煩 因為他很常就是被女生問這件事情 而且我不信他是這麼自律的人 他三小時看手機 我也不相信 他說他會看可是他不回 因為例如說可能訊息來他就是看醫院 然後他繼續做他的事 電話來 那急事也不回嗎 急事也不回 他好像那時候就說他就是三個小時他才會check一次 我要死在急診室啊 對啊 對啊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就是還是要看狀況啦 好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交往後交友軟體一定要切割嗎 這個我們調查是介於20歲到30歲之間喔 百分之77的人都說絕對切割 絕對切割 麵包你也是 絕對啊絕對切割 裕文你也是 那我問你們喔 如果你好假如說交往一陣子之後 你才發現了 我們現在狀況是 好在一起三個月 然後有一天 你某天不小心開完他手機 然後你才發現欸 他竟然有下載Btalk 大爆炸 完蛋 大爆炸 麵包你會怎樣大爆炸 沒有我想知道 就是好你們現在真的想要真的 或是聽眾朋友們 你們有遇到這件事情 好交友三個月後才發現 那你當下你會怎麼說 你為什麼 你們會怎麼回應 會說欸 請你現在馬上閃這樣 你怎麼還有這個 就你怎麼還有這個APP在你的手機裡 好他說沒有啊 就我覺得有時候就無聊啊 就隨便 上去隨便聊天 交個朋友 沒法度啊 喔你會很強硬 對男生沒法度 你會強硬直接說 對 沒辦法接受女朋友 還有這樣子就是 這個行為 對啊 那玉文如果是你呢 沒法度啊 那你們都是強硬嗎 強硬啊 這超強硬到底啊 你會 請你刪掉 我會直接說 你現在把這個APP刪掉 而且我可能還沒有那個膽子 去看他裡面的對話 喔對真的欸 對啊 欸我覺得麵包說到一個重點 越長大 心臟越小 真的 越沒辦法去看 對啊 小時候就不管欸 死看到底欸 對啊 對越長大越沒辦法 好那我在 那如果他跟你說 可是我真的不想刪 但我如果把帳號密碼給你 就是你想看 隨時可以看的話 嗯 可是我真的不想刪 因為我想要在上面 找朋友聊天 但我帳號密碼就給你啊 你都有女朋友啊 你找什麼朋友聊天啊 沒有就是例如說好 因為有的時候 可能我跟你會吵架啊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是上去找一下看 那你就跟女生聊一下我的感情事啊 所以你在跟別的女生訴苦嗎 喔 玉文好會聊天喔 對啊 就是不行啊 玉文你平常工作是律師嗎 哈哈哈哈 就不行啊 因為男生一定會覺得說 喔那我給你吵架 你是不是要去找其他男生訴苦 對 對啊那其實通常這種 很多男生就很會從這個時候 趁火打劫 喔對真的欸 趁火打劫 從這個時候介入 在你的內心最脆弱的時候 我從這邊給你趁虛而入 喔對你這是男生的想法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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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算他說 他主動說我交出帳號密碼 你們兩位也是不接受的 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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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不能接受 不接受啊 對 我想要問 有一些 像是IG跟微信這種比較私人 就是這也不算交有軟體的東西 可是有些男生跟女生會交換密碼欸 你們可以接受嗎 喔 交換密碼 我是不能接受欸 我也是不能欸 我現在也沒辦法欸 我也是不能欸 可是那為什麼你們都不能啊 怎麼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跟他 講的那個 一步 對 然後 對是郁文問了一個 他自己也不能接受的欸 怎麼了 沒有 因為我有看過身邊的朋友 真的是這樣 就是交換 嗯 然後呢 然後他就要一直 把對話生不掉 哈哈哈哈 那幹嘛累自己嗎 對啊 幹嘛那麼累啊 幹嘛累自己嗎 對不對 欸好 那我想要問欸 像剛剛郁文提到IG 那剛剛是講交友軟體嗎 那如果你們可以接受 明明就是已經交往了 可是對方還一直很喜歡追蹤 男生或女生的IG可以嗎 或是去加一些美女或是帥哥 FB好友 就會一直追蹤一些網美啊 或是網帥 我覺得無所謂 對 喔追蹤你無所謂 我是無所謂啦 因為他一定是有女友 還會追蹤美女的人 對啊 對啊 那郁文如果是你呢 我 我身邊的女生 基本上都不行 可是我好像可以 喔你好像可以 喔 而且追 而且 看美女不是就是 男生每天的一些小精神來源嗎 喔 可是那你都女朋友 你就看自己女朋友就好啦 沒有啊 不一樣感覺 可是你可以看啊 你要到追蹤嗎 那追蹤才可以 隨時發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我要爆料 好你要爆料什麼 我之前還有就是 曖昧的男生 然後他跑去留言 然後流 不小心流到 我的朋友那邊 這很尷尬啊 這很尷尬啊 他也知道 比基尼的那一種 然後 項鍊他在垂到這邊 唉唷 垂到哪裡 胸口嗎 垂到這邊 他就打項鍊好看 唉唷這個很會聊天耶 項鍊好看 而且這個好像也沒有辦法去反駁他 我就是在說相戀 我就是在說相戀 相戀好看 不知道聽眾朋友 我們就是有沒有過這種經驗 像我就比較聰明 我就不會去留言 那你會按讚嗎 唉我就不會 我也不會按讚 喔那你這個算是 麵包算是 很聰明的 很聰明的男生耶 默默看 我就是默默看啊 喔 我就是滿足我自己就好了 對 就也不會去按讚之類的 不會去按讚啊 因為按讚到時候又更多紛爭了 對 那裕文那你可以接受 就是 所以你是可以接受男生 按 就是追蹤女生的 我覺得可以啊 因為像 那我還有動動按讚呢 爆按讚喔 每一篇都按讚 然後留言 可是我覺得看的都吃不到 好 可是IG跟FB像可以私訊 私訊小盒子耶 可是 我覺得那些女生應該不會 不會理他 對啊 像是如果一個莫名其妙 而密你 你會回他嗎 不會吧 對 對啊 好等一下那我想要知道一下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不能 為什麼你們兩位都那麼不能接受 那個交友軟體 就是玩交友軟體這件事 是因為心態 對 是不是因為現在就像裕文一開始提到了 現在交友軟體已經快要變成 好像在 思約 就對啊 我覺得他已經被玩壞掉了 他已經變成會一些 就是會有一些 關係出現是不是 沒有錯 就交友軟體這個東西已經被玩壞掉了 沒有錯 可是喔然後 IG的話可能就不會 那麼的直接 對啊 對我覺得IG就不會 可是如果是像 交友軟體真的就太直接了 可是好這樣的話我又想問你們一件事耶 可是你們有想過嗎 可能交友軟體只是 講白的可能說不定只是肉體出軌 可是如果IG這種 常常常看到這個美女啊 然後常常真的是覺得 哇賽他還有內涵喔 什麼什麼 然後真的產生精神上的出軌了 哪一個比較嚴重啊 那沒有啊你看像我也覺得 李玉芬很真 先不要講李玉芬了 因為李玉芬八輩子都不會回應你 對啊 所以這有關係嗎 對啊 那就對了啊 像我每個人都在看 好 我們每個人都在看 可是我們不要講這麼遠的人啊 我們講近一點的人 就是 比如說一些小網美 對 可能在同一個縣市的啊 然後 就很近的那一種 嗯 對啊 那肉體 肉體出軌跟精神 那你們覺得 哪個比較嚴重 精神比較嚴重 精神比較嚴重 又麵包你覺得 喔男生覺得是肉體耶 對 所以你看男女又不一樣了 對 這真的也蠻有趣的 好 那我們先介紹大家 梁山柏與駐英台 曹葛的回來繼續分享 嗯 欸這樣很多數據都還沒想 喔 我剛剛說駐英台了 天啊 我剛剛不小心把歌曲 講成梁山柏與駐英台 雖然是我還特別寫駐立葉耶 我還一直就怕我講成駐英台耶 梁山柏與駐英台 因為那補句是對 對 歌名是錯的 對 大家以為蔡康有要出來唱 受不了了 我一直講梁山柏與駐英台 就我剛剛還是講耶 查驗 好啦 對真的 而且我還寫耶 梁山柏與駐英台 駐英台 他講得很順啊 所以我就活了 天啊 好啦 對啊 線上的朋友就 對 對 好 喔 這個LINE的紀錄 等一下才講這個 曾經有個女王來信 文靜江柏四點 平時我聽在寫 某天因為女生很忙 兩人沒有見面 隔天女生會發現男友LINE多了 關通知 啊我等一下再問一個 可不可以接受看手機 喔 對啊 就互看手機喔 嗯 不知道 Youtube的朋友們 可不可以接受 跟另外一半互看手機 你可以嗎 喔 沒有鎖 喔沒有鎖 對對對 那你要看就看 你可以嗎 其實我 剛開始交往的時候是這樣 是可以互看的 喔剛開始 對 但到最後媽媽媽媽 不知道為什麼就不能了 你說你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不能了 你自己會覺得不要看 對啊 我們自己就覺得不要看 喔喔喔喔喔喔 然後我也覺得 女朋友不要看 你也不會看他 對我也不會看他 他也不會看我 那其實那你有 那你有幹嘛嗎 其實你也沒幹嘛 沒幹嘛 就沒幹嘛 可是我在想 沒 沒射密碼的人 是代表你可以隨意看嗎 好像是耶 對 對 喔喔喔 因為他直接有另外一隻手機 喔喔這個很誇張 這才厲害 這很厲害 直接兩隻手機 啊我這一隻就讓你隨便看 對啊 這不是就有點像是要交手機一樣 對 這很厲害 對啊 而且還是另外一隻 拿那種Nokia331 對 然後 我就給你看 對 沒差 我就給你看對 喔這個 這個還蠻 這個還蠻神奇 這個等一下可以講一下 兩人一搭一搭 喔這很誇張 這很誇張 這可以講一下 結婚的話要住哪裡 喔對像這個 其實公婆不一定想跟媳婦做 現在好像你也有這個耶 嗯嗯嗯 像其實你媽說就不太想 對啊 對啊 好 歡迎來到滴滴的異想世界 我是滴滴包子妹毛之庭 你好啊 歡迎我們的麵包 歡迎小玉文 那剛剛我不小心口誤了 我把那首歌講成 梁山伯宇住櫻台 是梁山伯宇住櫻葉 不好意思 真的是莫非定律 因為 在開之前我就一直 很擔心自己講成 我就一直講梁山伯宇住櫻台 然後我還 特別寫下來 梁山伯宇住櫻葉 結果剛剛還是發生了 妳又差一點喔 妳又差一點喔 我又差到 住櫻葉 對 是草葛的喔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想要再問一下 你們面 我想再問一下麵包跟玉文 你們可以接受 互看手機嗎 不行 玉文不能接受 不行 不行啦 麵包也不行 可是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好像可以 喔 剛開始交往可以 剛開始交往可以 熱戀期的話可以 喔 對 然後後面就會 漸漸開始覺得不要看 對 後面就會漸漸開始覺得 可是那妳這樣不是很尷尬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就可以看 那女生 某一天又還是一樣 要拿來看的時候 那妳要 然後突然爆發 對啊妳要說欸不要看啦 然後那 那女生是會覺得欸怎麼了 要嘛就妳累一點要記得三紀錄 喔 要嘛就是 而且可是 就是 那妳說三紀錄是因為妳有跟女生偷聊天嗎 就是也沒有偷聊天 就可能回個現實動態 喔 可是有些女生就會很敏感啊 對 有些女生就比較敏感 妳為什麼要回她現實動態 對 那我們其實有時候不是說 真的幹嘛 所以去刪紀錄 我們這是善意的謊言 喔對善意 就是不想引起紛爭 我們就 不必要的爭取 對阿我們就沒幹嘛 阿我們也不想被妳 就是看到我馬上在跟女生聊天 但是我們也真的沒幹嘛 我們就真的只是回個現實動態 可是女生會不會就想很多 會 對不對 那但是我們也真的 真的就沒幹嘛 就回個現實動態而已啊 對阿 那我們又不想解釋這麼多 所以我們就直接刪掉 喔 然後到後面就乾脆不要看好了 就乾脆就不要看 就乾脆就不要看 對阿就很煩阿 那裕文妳呢 妳不能看原因是什麼 我是我不會看妳手機 所以妳也不要看我的手機 那如果你不看她 她還是看妳阿 我 我不能被看的理由是 就是閨蜜之間聊天 阿對沒錯 這很私密耶 其實真正可怕的就是 跟閨蜜之間的話語 對啊 那個一杯爆出來 而且有時候 不只是我的秘密 有時候是我朋友的秘密 對沒錯 對啊就是妳沒有必要知道的 對 因為有時候女生之間 可能真的會有一些 比較私密的話 沒錯 我也是這麼覺得 男生也是 喔男生也是 對男生之間的話 對啊 所以其實兩位 都是不能接受看手機的 不能不能 有自我的空間不是很好嗎 對 是的 那妳要想喔 妳也有自我空間 對方也會有自我空間喔 那就給她自我 那就各自都有 各自都有 要嘛就各自都有 要嘛就各自都沒有 都沒有 但是各自都有不很舒服嗎 對 對啊 好我想跟聽眾朋友分享一個 他說 曾經有個女網友來信 指出和另外一半 另外一半 穩定交往四年喔 平時呢總是溺在一起 某一天喔 因為女生一忙 兩個人沒有見面 對 就是一天而已耶 然後隔天女生就發現 男友的LINE裡面 她關通知喔 就是她忽然有一個 關通知的 陌生女生的訊息 然後這女生呢 點開一看 回顧兩個人的對話紀錄 雖然沒有嚴重的 預舉的言語 也沒有什麼行為 但是男友 竟然強調自己單身一年 兩個人還一搭一唱 還傳自拍 對 還傳語音訊息喔 所以你看這就是很 這就是很有問題 對讓她氣到爆炸 然後呢她就質問她男朋友 她質問她男朋友說 這到底怎麼回事 她男朋友回應竟然只是說 我只是一時好奇下載 交我APP 內容都是打嘴炮的 跟對方完全沒有見過面啊 寶貝我還是愛你的 然後呢女生當下氣到發抖 但也在對方連三天誠心道歉後 重修就好 來玉文 若是你的話你怎麼辦 你們看 她如果今天沒有看男生手機 她是不是就不知道男生這個行為 永遠不知道 永遠不知道她還搞一個 搞一個 啊加油APP耶 網面 還說她單身一年耶 你看所以不看手機很好吧 哈哈哈哈 你說 反正永遠就不會有這個爭吵 沒有我覺得 男生你要偷吃你就要做到 那就不要被抓到 那你如果被抓到 那就是你們要再尊重了耶 喔對 對真的耶 其實我也是這麼覺得 因為你們不覺得現在 誘惑 這個社會誘惑已經太多了嗎 真的 就是要一個人真的一心一意 愛著一個人到可能50年 或許真的是 而且我出的愛是那種一直激情的熱戀感 很難啦 真的是很難啦 對啊那很難啊 就是到後面都會昇華成家人吧我覺得 對啊 對啊 然後 所以我其實玉文說的是沒有錯的 你如果真的決定要做這件行為 我覺得你就是要做好 不要讓我們知道嗎 至少不要傷害到 沒錯 另外一半 而且我覺得 男生會有誘惑 其實女生也有啊 只是 選擇要跟不要而已 對 真的我也覺得 而且你看他們最後也是重修就好 對最後重修就好 那如果你看他都沒有這個事情發生的話 你說不看嗎 就都不看 我們這樣是不是大家越活越像駝鳥啊 就是越活就是都不想面對事實 我就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真的 對乾脆不要知道還是虛假的災情 也不虛假 因為不知道就感覺好像真的感情很好 對啊 對 好那我們再來討論一下還有關於公婆的事情 就是 像玉文若是你的話 你會想要 你會跟公婆住嗎 我會希望是兩個人的空間 但是如果 其實看婆婆公婆好不好耶 喔 就你要先看一下家長個性好不好 但是我覺得 如果公婆很好的話我可以接受 我覺得 再好我都還是會希望去住外面 喔我的 我的想法也是跟麵包比較像耶 對啊 可是 所以玉文那 可是我覺得玉文的個性可能真的可以 因為他的個性比較 小玉文就是一個好好小姐 對 也不是 也不是 小玉文你很矛盾耶 那網路上有人說 寧願喔自己租房喔也不想要住一起耶 因為其實他們說 呃你們看喔連跟自己爸媽或是兄弟姐妹住在一起都會吵架了 更何況是對方的父母 對啊 而且可能住在一起就會覺得 綁手綁腳的 因為畢竟家裡還是有一個 就是有長輩在啊 你看如果兩個人住在家裡是不是可以 我洗完澡我想 我想要就是穿少一點衣服走去客廳就可以 對啊 可是如果有公婆站你是不是永遠都要穿戴整 就是至少也不用說整齊就是 你要至少要穿好褲子啊或什麼的 是的 對啊 對 而且自己住其實也很 也很那個 比較自在 比較自在 對啊 所以玉文那你會覺得嗎 可是感覺你好像又可以接受 我如果公婆好的話我真的可以接受耶 像我奶奶跟我媽的關係就很好 我媽家去他們家 全部的事情都是我奶奶在做耶 就是我媽要去廚房煮飯 她都會說 沒關係你回房間等等出來吃就好 喔對 那你奶奶真的很好耶 而且是連那個煮衣洗飯 就是全部家室也都是我奶奶在做 她都說沒關係你就去休息就好 可是是不是你媽媽就是很會賺錢啊 因為你媽媽是一個工作的婦女 不是是因為我奶奶本身就很喜歡做 喔跟我媽一樣 真的耶真的有這樣子的耶 對所以我覺得她是長輩 如果長輩讓你覺得這樣子ok的話 我覺得我們就覺得ok 對 而且一家不容二戶 對沒錯 所以那 所以那 那你媽媽跟你奶奶誰 誰是虎啊 對 沒有就是 一個廚房不要有兩個女生一起做 這樣會比較好 喔對這是真的耶 對啊 有時候去幫忙會變成幫到忙 嗯我也這麼認為 人多手雜呀 對 好我有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我覺得 這個對我來說就是非常誇張的事 有一個她說她正在考慮她考慮買房 婆婆幫忙出了三分之一 結果是婆婆把本來的房子賣掉 要一起買房一起住 結果然後呢一開始婆婆就主定要指定 她要住在主臥室 還要求媳婦出門都要向她請安安問候 煮飯的時候也是必須到房間請婆婆吃飯 不能在外面用喊的 婆婆認為這是規矩 就是在外面的時候不可以直接大聲講話 不可以要小聲 然後呢老公有五個兄弟姐妹 婆婆希望她的孩子都能來陪她 所以她的大姑小姑小叔都要輪流來家裡住 結果網友壓力大到瘦到42公斤 身高168公分 後來還看心理醫生 對啊 這個算很誇張了吧 這就很誇張啦 她還要請安欸 郁文妳有辦法請安嗎 所以我就說這是看公婆 如果公婆是這種 我覺得沒辦法跟她生活在一起 那如果妳的另外一半很堅持呢 就沒辦法我要照顧我媽 那我覺得那我可能沒辦法跟你一起住喔 沒辦法繼續跟你媽住吧 對真的欸 好那所以其實現在我覺得現在的 現在這時代就是跟以前就是不太一樣 對啊不一樣 好啦那我個人還是倡導啊 不要住一起比較好 所以生活習慣差很多 好啦謝謝今天收聽的節目 也歡迎上網搜尋 飛碟聯播網南台灣之聲 YouTube直播 搜尋大血UFO1039 然後按讚 訂閱開啟全部的小鈴鐺 那南台灣之聲的IG是UFO1039大血 追蹤我的帳號IG毛姿提 DIDIER.MOU 然後臉書也是打毛姿提就有囉 那最後一首歌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不得不愛潘瑋柏的 大家下周同一時間見囉 掰掰 謝謝掰掰 掰掰 這樣OK啦 好不知道線上的朋友有沒有一些什麼的想法 之後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今天 呃之後我會再來特別請一集小鈺文 她是一個美女 請她來上來一集可能談論她的一些保險的生活啊之類的 好那今天就先到這邊囉 掰掰囉